墨上人如玉 公子世无双 容颜如玉 神姿如松 偏若惊鸿 宛若犹龙 幸得时清桃花面 从此千墨多暖春 这些都是以往央视解说陈寅 对与生结贤的评价 有不少人说 央视把最好的解说词都给了与生 但所有华美的词早 都不足以形容与生结贤的气质 在这次的冬奥会赛场上 与生结贤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与生结贤的魅力无关于金牌 在2022冬奥花华南单自由滑比赛中 与生结贤挑战4A失败了 最终他以283.21分的总分位列第四 很遗憾无缘2022北京冬奥会奖牌 然而他的这次失败 并没有影响大家对他的喜爱 因为熟悉花华的朋友 应该都了解4A 阿克塞尔四周跳 动作难度之高 俄罗斯花华教练米生曾经说 自己有生之年都不会看到选手 完成好4A 就是这么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与生却选择了在四年一届 对所有运动员来说 都无比重要的这样一个舞台去挑战 这种决心 这种挑战自我的精神 难道不比这一块金牌来得更为可贵吗 对于喜欢他的人来说 他的魅力早已与金牌无关 每次宇生的出场都惊艳众人 不只是高超的技艺 连出场的服装都必须完美 而他所穿的服装 就名叫考斯腾 是花样滑冰运动员表演所穿 考斯腾等于花华选手的战袍 既保持艺术性 也要兼顾行动自如 宇生结贤对考斯腾相当有自己的想法 十分追求完美 下面就给大家扒一扒 宇生那些名场面战衣 一 流浪者之歌 这是宇生进入成年组的第一套考斯腾 流浪者之歌 是他的偶像美国选手 Johnny Weir友情帮忙设计的 二 希望与遗赠 首次出现在2017WC市井赛的自由滑 得到史上最高分223.2 是宇生经历低谷后的逆风翻盘 力量满满 三 See Me 很多兵迷都是通过这套节目入坑 成为秦明女孩 节目表演的是电影 阴阳师里的天才阴阳师安倍秦明 四 第一叙事曲 这套考斯腾不是来自常用设计师伊藤 而是日本高定服装设计师 永岛正老爷子 设计这套衣服时已经89岁高龄了 五 悲怆 与生节前的市井赛成人组首秀 这套服装来自设计师原至金子 灵感源自大海 不同深浅的蓝色和白色飘带 就像是波涛与浪花 蓝色的水钻犹如海上散开的水波纹 六 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套考斯腾人称小罗密欧 是罗密欧与朱丽叶1.0版本 很华丽的贵族风格 胸前的交叉肩带式亮点 带点异域味道 是战场上勇敢无畏的少年的铠甲 七 影子与回旋随相曲 2021全日短节目首次出场 也是今年北京冬奥会的短节目 这套考斯腾的很多元素 都能看到以往的影子 大白鹅的金羽毛 时间旅人的首秀 秋日的色调 与生结弦现实生活中的低调私服 对考斯腾有着近乎偏执追求的与生结弦 如果你认为他的日常私服 也会如此精美的话 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他的日常私服 那真的是无语尼耶 一个大写的直男运动 瞎穿乱搭讽 一句话总结就是仗着自己严美腿长身材绝 瞎穿乱搭随性来 赛场外的与生结弦 最常见的就是一身黑的运动服 如果天气较凉 那就在黑色运动服上再套一件黑色运动服 如果更冷 就在上面的基础上再套一件黑色的羽绒服 你懂的 就是妥妥的直男传搭 你get到与生结弦的传搭风格了吗 没错就是那种里外互相叠加的 不羁运动狭船乱搭风格 日本媒体曾经搞了个最差一品的评选 与生结弦也是榜上有名 咱就是说 与生啊 有言也不能太人心啊 本期关于与生的传搭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我们大家都爱的与生 可以早日挑战4A成功 实现自己的目标